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金竹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月8號 禮拜一 以下是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影片的內容主要還是著動在大盤 跟一些公布營收的個股身上 原因在於說今天大盤是一個滿戲劇化的大盤 因為今天開盤的時候 看到期貨就往上漲了白一點 然後後來就一路掉下來 那在今天其實也有不少的股票 你就會發現怎麼莫名其妙疊亂七八糟的 所以說今天的影片內容就著重在這兩個部分 然後在影片開始前 好喜歡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好那一樣來看到大盤 像今天的大盤是一個開高走低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早盤是真的很強勢喔 在這個時候 在9點開盤之後到9點半的時候 指數是一路往上衝圍 那個時候大家應該都嚇壞 想說今天為什麼這麼強啊 對 可是你看喔 像今天的指數往上 但他馬上就遇到什麼 遇到這邊有一條下彎的五日均線 這個橘色的五日均線 好那像這種我們知道 當指數往上 或是個股的股價往上 他遇到下彎的均線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會形成一個壓力 所以說今天的開高走低 好像也不是什麼太意外的情況 那不過大家好奇的時候 為什麼今天早盤的股價會這麼強勢 原因在於在禮拜天的時候 在禮拜天這個是路透社的新聞 那這個人呢 我們幫大家標示一下 就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洛根 他有提到什麼 他提到這句話 他說啊 這個時候要開始考慮放緩縮減 美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這句話講出來之後 你知道大家就是 就是已經開始覺得 要高潮你知道嗎 就是太興奮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嘛 從去年 從2022年開始 那美國的聯準會 就是不斷的升息 然後持續的縮表 那這個東西呢 他會對股市去造成一些壓抑 那所以說像現在 大家開始討論說 你在今年的3月份 可能美國聯準會 他會開始降息了 但降息歸降息 可是我們去想一件事情 股市要怎麼樣才會漲 有錢嘛 有錢就會漲 好那什麼東西代表錢呢 就整個資金的流通性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看整個 應該說全球的股市 或債市的情況 都是會去關注說 整個資金的流通性的狀況 好那資金流通性從哪邊可以看呢 從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 他叫做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那聯準會資產負債表 如果像之前一樣 這樣子一路往上噴 像2020年那時候 美國一直在印鈔票 一路往上噴 那這種情況就表示說 市場的資金流通性是非常好的 那有很多錢的情況之下 他就可以去刺激股市往上 他就可以有額外的資金活水 可以推升股價 那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從2022年開始到這個 從這個地方開始之後 就你會發現 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 就是藍色這一條線 他怎麼樣 開始一路的往下滑 一路的往下滑 那一路往下滑 好那所以像這種情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市場的資金活水開始減少了 那可能有人好奇說 奇怪 你跟我說市場資金活水開始減少 對的確我們從這張圖來看 的確是市場的資金活水開始減少 為什麼最近股市會噴成這個樣子 大家想會習慣 你跟我說資金活水開始減少 為什麼股市會噴成這樣 原因在於說 我們在看市場流通性的時候 除了去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之外 我們還會看說美國財政部的TGA賬戶 還有一個東西 是最近推升股市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賦回交易餘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賦回交易餘額這一部分 就你會發現像這個東西 我們從2023年大概 在8月份這個時候看看 你看從8月份開始 8月份9月份 這個賦回交易餘額是一路在減少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說這個資金啊 這邊這個藍色鑄撞底 就把它想像是錢的概念 這個錢 它一直從貨幣基金流出來 流到股市 那所以說呢 這個就算是市場上的閒置資金 那個閒置資金就一直往股市去流通 所以你會發現說 美國的資產負債表規模是持續減少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 把流通信給補上去了 把流通信給補上去之後 那才會推升這一段股市的上漲 好那講到這邊來之後 大家會想說 那現在的情況 我們剛剛看到像那個 負賣回交易餘額 那那個餘額呢 大概大家估計說 可能會在今年4月就全部用完 那這個用完代表什麼意思 我跟大家講 用完就表示 但是市場不會有什麼多餘的資金呢 你講到這邊大家覺得很可怕 現在推升股市的關鍵是因為 負賣回那個資金還有嘛 所以那個貨幣基金的資金 一直流到股市 一直流到股市 所以把股市往上推 但是我到今年4月 他們去估算 按照這個減少的速度 到今年4月那個錢 他會用完 那用完之後呢 假設 連準會他還是持續的鎖表 工作生活忙碌 沒時間 就想要學習有效的股市操作技巧 並且想要迅速得到股市上最新的資訊的重點 訂閱阿信的Facebook文章 每天你不用一杯咖啡的金額感 從新手小白該學習的股市基本知識 動進階的技術面操作技巧 還有每日更新的產業資訊文章 還有獨門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也是每日更新 我聽不到平日也有盤後分析影片 最後還有螢幕實施製作的特別影片 影片中提到的報告 假設連準會他還是持續的鎖表 那請問一下股市會怎麼走 那往下的機率就很高了 因為沒有錢就沒有流通信 沒有流通信你就沒有辦法去推升股價 那這也是為什麼 他在這邊這個洛根他才會提到說 是時候開始去考慮放緩縮減 美聯儲資產負債表 原因在這邊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股市會 可以這樣子往上噴的原因 就是大家想 欸之前我們談都什麼 降息嘛對不對 之前大家在談降息 還沒有人談縮表 但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去丟出 縮表的這個議題出來 因為他擔心說如果假設 假設真的是美國還是持續的 持續縮表 縮減他的資產負債表 那就表示市場錢一直被抽走 一直被抽走 你沒有錢股市要怎麼漲 那這個東西不只是跟股市有影響 它會造成整個市場的流通性出現問題 當市場流通性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那就是崩盤的開始 那一定每一次 每一次歷史上的崩盤事件 一定都是跟資金的流通性出問題有關係 這個大家至於記得 就是一定都是有某一個資金卡住 你知道嗎卡住 資金卡住出來 那股市都崩下去了 所以說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個人是覺得會 我覺得時間還沒到啦 因為還有錢 我知道你還有錢 但是到了今年4月的時候 那個錢可能開始見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所以說其實他在丟出來這個議題之後 大家就會思考說 那你之後如果開始去減緩縮表的過程的話 那表示市場可能還會有些流通性在 那這個對於股市來說就是好現象 那只是說今天早上反應的這件事情 所以造成的股市這樣子往上噴 但往上噴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去尊重一下這個線型 就你去發現說 像在這禮拜的情況 你會觀察重點在這個五日均線 你第一個你要能夠站上嗎 因為過去以來 你看就是一直被壓在五日均線下面 那再來這個禮拜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價位 在這個地方在17673的這個位置 原因在於說 如果這個禮拜的股價 他站不上17673的話 那麼到了下禮拜開始 他的五週均線會下彎 五週均線下彎 那個就不是開玩笑你知道嗎 就是週線你看喔 從去年的10月底這時候開始 就一路往上拉 那指數都在五週均線的上面 那你現在看到 如果說五週均線被跌破 那這是第一個我們會小心的地方 那第二個會小心的地方在哪裡 你去看喔 從這一段的行情來看 他每一根K棒 他都是維持著一個低點越來越高 高點越來越高 他的收盤價都沒有過上禮拜低點 收盤價都沒有破上禮拜低點 所以他都還是維持著一個低點越來越高 但在上禮拜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收盤價已經破了前一個禮拜的低點 就表示說過去這一段上漲的慣性他有出現一些改變 所以像現在的情況我會覺得說 那些消息他的確是可以去刺激股價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一下說現在市場上整個現行的狀況 再來做判斷 就畢竟我們現在知道現在市場氣氛真的沒有很好 所以說我覺得在操作上還是比較保守一點 那至於為什麼市場氣氛沒有很好呢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從營收的狀況來看 像在今天有一間公司叫做3017的喜宏 他算是我蠻在意的一間公司 他今天股價跌了6.8% 跌了7% 那當然會奇怪 喜宏是有發生什麼情況嗎 好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像最近很多公司他都會公佈12月份的營收 像喜宏他公佈營收今天早上8點32分的新聞 年增23.08% 那大家想說這個營收到底好不好 好 那我們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營收 他是創了歷史新高 而且他之前都是一個個位數的營收年增率 然後現在變成是一個雙位數的年增率 所以這個營收 憑良心講啦 你絕對不能說他不好 就是他已經營收創歷史新高了 然後營收又出現雙位數成長 但這個東西你還能怎麼去苛責他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營收數字其實並不算太差 但營收數字不差的情況下 你看今天股價他卻是一個往下灌的情況 就開高之後就一路往下砸 所以表示說市場對於這個營收的利多消息 他沒有是一個如實反應 這個就跟我們上禮拜直播提到像洪借科 我說洪借科他公佈的營收數字其實也不算差 但是你會發現股價他也是隔天 公佈完營收隔天就出現一個開高走低的情況 那像最近還有一間公司叫洪海 像洪海就是今天他的外資報告 像洪海他也有公佈營收 那他公佈營收呢 就是一個負的26.89% 那這個營收稱不上好 平常一講 那所以股價今天就是一個往下跌的 但是你會發現說 營收不管好或不好 好像跌的機率都比較大 那像這種情況就表示說市場的氣氛其實沒有特別好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是說我們就看那個營收之後 我們就看說營收好的 他如果股價是上漲 那代表說市場氣氛 他是能夠去反映這個利多消息 那如果假設你營收公佈的不好 股價還沒有跌 我跟你講那這種算是第一志願 這種是最好的情況 就是利空消息 感覺是已經被反映了 市場會用股價來反映利多 這個是最好的 那像最近這種利多消息 就是營收很好 但是股價漲不上去 這一種我們就會覺得市場氣氛 沒有這麼的好 所以說像鴻海的股價 或像是齊鴻的股價 他今天就是一個下跌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這邊可以去思考說 因為像齊鴻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那我們這邊會來想說 你12月份的營收去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會不會你1月份你就拿不出這麼漂亮的營收 因為我們這樣講營收他就是一個落後指標 所以說大家會想說你下個月份的營收 還有沒有辦法拿出這麼好 但月份因為剛好卡到過年 又是考電子股淡季 所以大家就會思考說 你營收短線上最好的情況 可能就這邊了 可能就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情況之下 那大家就想說 好吧那可能利多消息 可能到這邊告一段落 他就會先出現一個拋售草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聯想啦 那像鴻海其實也是一樣 鴻海其實在這一份的外資報告 他也有寫到 就說在接下來到了明年第一季的時候 我跟著不是明年第一季 所以他這邊就有標示說就是在淡界的情況之下 除非他們的電動車能夠拿出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那他們才會重新來考慮鴻海 不然他們給鴻海的評價就是個中性的評價 好那時候像這種情況我就覺得說 可能在市場氣氛沒有這麼好 那至於說有沒有那種是那種調升平等的 其實是有像最近的面板股就是被調升平等 像今天的群創 3481的群創 然後跟友達 就雖然說股價沒有漲很多啦 但是起碼今天還是漲的 那外資他們在這一份報告裡面去調升他們的平等 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他們認為說現在的面板的整個產能是已經開始明顯的往下滑 那產能往下滑就表示說面板的報價 它是可以開始恢復正常 那尤其是它明年的整個需求是有大概7% 那供給大概只有2%而已 所以供給2% 需求7%的情況之下 就表示在今年 它今年的面板的供需是能夠出現一個比較平衡的情況 那表示說面板的報價就不會持續往下滑 那所以像在底下有這張圖表 像這張圖表他們就是表示說那個TV面板面板的報價 可能會在今年的3月份就開始去轉為一個正的成長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比較有機會可以去刺激到整個面板的行情 因為我們知道像面板那種我們稱為叫景氣循環股 他們看的就是報價 就你的報價到底是往上還是往下 因為他們那種景氣循環股其實那個量是固定的 量不會因為也不會有太大變化 所以他們能夠去影響他們股價就是在賣產品的報價 那所以如果產品報價它如果是變成是一個正的成長的話 就表示說它的毛利率可能是變正的 然後甚至股價它的獲利可能有虧轉盈 所以說像這種面板就是跟記憶體 他們都是看那個產品的報價 那只是說他們像外資報告給的是說 因為今年還有那個什麼奧運 所以奧運比賽所以會刺激面板的換機需求 那這個東西我個人就覺得說是一個有點題材面啦 你會因為看電視 你會因為看比賽然後去換台電視嗎 我個人是不會啦 但我不知道其他會不會啦 那我只能說這個東西就是會比較偏向是一個題材面這樣子 那所以說其實以現在情況來看 雖然說還是有些利多消息出現 那只是說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說整個利多消息 並沒有這麼的如是發音 所以短線上我們操作還是會比較小清一點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掰掰